一號參賽者蔣子娟 二十八歲 台北人 二號參賽者郭育成 二十七歲 台南人 三號參賽者王冠倩 三十歲 台北人 目前國育組有兩位祭典 戰況非常的激烈 大家加油 兩位先請休息 好 謝謝我們的育成跟冠倩 我們知道子娟是在政大開簡餐店的 同學有什麼給你鼓勵的 有的同學很高興 他們知道我有需要大量的歌 然後他們有的會在點菜單上面 然後後面寫一些歌單讓我參考 那你有沒有帶來 有 點餐菜單就對了 對 有奧良 燻雞堡 蔬菜 鮪魚堡 後面就寫歌單了 對啊 你可不可以唱指望啊 還有什麼這個... 可惜不是你 對,親愛的 你怎麼不在身邊 這是希望你唱的 對 非常的用心 是啊,三... 而且我看到布魯格很多同學 都給他加油打氣 希望他能夠成為政大之光 是 要加油 今天唱哪首歌 萬芳的蔡新 一起來欣賞 萬芳的小空 四方露裡 盡快 稀不永 深力 廠商 萬芳的小同學 溫度 紐 人家 你 猶 Weber dislocate 微 勞 靜 could 瘁 ゆ 握你的手 卻被推落 請見你眼中 翻飛的寂寞 問你心像什麼 微揚的嘴角 又搶眼的笑 這樣的夜 熱鬧的街 問你想到了誰 緊緊索眉 我的喜悲 隨你而非 擦了有時的淚 與誰相對 這樣的夜 熱鬧的街 問你想到了誰 緊緊索眉 我的喜悲 隨你而非 擦了有時的淚 與誰相對 這樣的夜 熱鬧的街 問你想到了誰 緊緊索眉 我的喜悲 隨你而非 擦了有時的淚 與誰相對 這樣的夜 熱鬧的街 這樣的夜 熱鬧的街 問你想到了誰 緊緊索眉 我的喜悲 隨你而非 擦了有時的淚 與誰相對 擦心 首先我們請到丁曉雯老師請 芷娟這個歌呢 我只能說表現得中規中矩 事實上裡面有一些小小的技巧 可以讓你把這個歌唱得更好 譬如說主歌一進來 四方無理 什麼都沒有 樂隊的拍子 其實跟你的拍子沒有貼上 可不可以請孔鏘老師 我們聽一下這裡 就前面這兩句 芷娟仔細聽 四方無理 什麼都沒有 有沒有 他有一個拍子 一個方式是你跟著拍子 四方無理 什麼都沒有 一種是這種 一種是比較緩的 四方無理 什麼都沒有 唱法會關係到 你唱這首歌的態度 你怎麼樣去解釋這首歌 第二個 副歌進來這樣的夜熱鬧的街 這樣子的語句中間 你都沒換氣 他其實有時間可以換氣 這樣的夜熱鬧的街 但是你是一口氣唱 所以以至於你後面那一句 你換氣的時間不夠多 所以你到最後一個字 你的氣都有點撐不住 謁田 子小時券要進一步哦 如果這些細節不注意到 很難進階 知道嗎 來,我們來看分數了 評審請給分 好,我們看ань子鏘 可以得到幾分 三、二、三、四、八、五、六、七、八、八 88.5分 老師評分度17.5分 低曉雯老師跟陳英傑老師 比較高18分 稍微休息一下 接下來介紹的是 第二號參賽者郭育成 瓜哥好 瓜哥好 今天要帶來哪一首歌 帶來是張學友的蘭嶼 一起來欣賞 詞曲 李宗盛 黯淡的心微亮的天 整夜裡霧面 忍不住要對你多看一眼 站在你窗前 心中是他被我遺忘的臉 記得 憑著雨夜走出你淡藍色的房間 記得 你說你別要再下雨天 就是你明白有一天它會實現 原諒我 記住在你紅沫只寫 budget 遠諒我不對你摔戒 遠諒我不對你說再見 康礭我不對你說再見 康礭我 viewed全身 用最溫柔的速度離開你身邊 在我沒有後悔一切 當你的美夢整天 我已帶著破碎的心情走遠 茫茫的我 打一班最早的列車 用最溫柔的速度離開你身邊 在我沒有後悔一切 當你的美夢整天 我已帶著破碎的心情走遠 風中的雨點 打通我的臉 愛你的話也只有風能聽見 是我不能違背我的誓言 風中的雨點 打通我的臉 深深埋藏這段未經的情願 想念每一個下雨天 藍語 郭育成 首先我們請到徐景淳老師 請做講評 育成也忘了那一句了 好,你要不要談一談怎麼回事 不知道 想太多 對 就突然忘了 好,但是沒有關係 我覺得比賽就是這樣子 在發生天大的事情 有任何一個字、一句話忘記 還是要非常非常集中精神 集中活力 你還是可以做得到 OK 老師今天看到你的層次 看到你的準備 只是你突然恍神 下次希望更加油 謝謝老師 接下來請羅文聰老師 其實說實在 你挑這首歌 其實企圖性很明顯 其實因為這首歌很難唱 如果唱得很好的話 可能搞不好可以把你那一點 可以消掉 所以有時候 太過想要力求表現的時候 很容易會要抑到自己 然後就反而會有失常的表現 但是我覺得 就算一句沒有唱到 後面羅文聰哥掌握得很好的話 也有可能還是可以把分數搬回來 但事實證明 我覺得 你到後面是有點在放棄了 你A段主歌唱的時候很用力 聲音是結實的 直到你吐嘴之後 整個聲音是鬆掉了 但是後面鬆掉的部分 卻是它的副歌 才是應該更要做層次的部分 因為後面那個高音跟假音 都很難唱 如果你唱得很好的話 有可能會把你那個失誤 可以搬回來 但是你假音沒有唱得很好 到最後面 越唱越快 最可怕是最後那一句 下雨天 音準往下掉 這都不是一個很好的處理方式 是 失常任何人都會 沒有關係 但是你一定要堅持到最後 沒關係,這就是一個經驗 好,記得以後要注意一下 加油 謝謝老師 學習經驗 好,來,我們來看分數了 評審,請給分 好,我們看郭育成可以得到幾分 80、81 82 83 84 85 86 87 87.5分 老師平均分數17.5分 千英傑老師跟徐錦琼老師 給得比較高18分 來,謝謝你 來,請入座 接下來介紹三號參賽者 王冠潛 歡迎 瓜哥好 瓜哥好 其實三位選手 我們最擔心忘詞的 就應該他了 好 你要好好唱 有,我都有在加強練習歌詞 怎麼練 就是其實我覺得 有多把握機會多加練習 像在坐車還是吃飯 甚至上廁所還有洗澡的時候 能夠想到的時間 全部都在背歌詞 背歌詞就對了 對,就是無時無刻就是拿出來看 甚至昨天晚上就是背到睡著 連做夢裡面都還在唱 背歌詞 對 真的多認真 壓力有多大 是,唱哪一首歌 今天帶來叮噹的親人 一起來欣賞 禮物的短待 最初充滿期待 最後都腐敗 別打開 午夜的電台 別讓情歌反覆再預弄 要給你的愛 照片 不要問我 只要抱著我 不要愛我 做我的情人 把手借我 一天一分鐘 讓我還敢做我的夢 做我夢中偉大的 微笑的英雄 不要愛我 只要抱著我 不要愛我 做我的情人 把手借我 一天一分鐘 讓我還敢做我的夢 做我夢中偉大的 微笑的英雄 親人王冠倩 謝謝 謝謝 薛忠麟老師請做講題 冠倩 基本上你其實唱歌唱得算很不錯 這個歌你拿捏得非常好 只是因為唱錯詞的關係 在副歌心中都有點荒了一下 以至於後面的情緒就沒有往上揚 有些地方比如說 一天一分鐘 讓我還敢做我的夢 其實這邊應該是情緒 要稍微強調一下了 到這邊還是稍微有點 威威到來了一下 好 其實你今天整體表現是非常非常不錯的 就是可惜在你們都忘辭了這樣子 好 希望這種傳染病趕快結束 好不好 謝謝 謝謝老師 兩位選手請到這裡來了 來 今天的國語組呢 蔣子娟88.5 郭育成是87.5 王冠倩能獲得幾分的評審 請給分 好,我們看王冠倩可以得到幾分 80、81、82、83、84、85、86、87、88、89 89.5分 老師評級分數18分 羅文聰老師不要低一點 17.5分 是沒唱錯 那就是90分以上 育成 育成要再幾分 不是,你唱得不好 今天真的漏掉一段太明顯了 有什麼話要說嗎 這次回來比賽實在是很感謝很多人 然後... 我不知道回到現實生活之後 還會有多少機會回來 可是只要有機會 我就一定會不氣餒再回來 不放棄 為大家表演,謝謝 掌聲再給他鼓勵一下 評審長丁老師有沒有也給他鼓勵的 育成 很遺憾哦 你知道今天比賽開始的時候 所有的老師 知道你們兩個人都各有一點 你知道我們心裡在想什麼 我們多希望你們今天三個人都唱到90分 都不要走 但今天可能天氣不好 有一點病菌在蔓延 大家都有一點閃失 但是育成 今天雖然會離開這個舞台 我相信你這一次回來 學到了更多,對嗎 你的唱腔、你的唱法 跟以前真的不一樣了 你已經進步了 我覺得有學到本事 那就是你一生最大的收穫 希望有一天你可以再回來 我們都很喜歡你 好嗎 加油 謝謝 不要難過 感覺到育成是真的非常喜歡唱歌 很珍惜這個舞台 所以很捨不得離開 可是我很想 在他要走之前呢 把那一句補完好不好 讓你好好唱一下 把他補完 好笑 好笑 安安的心 微亮的天 整個夜裡 無眠 忍不住 要對你 多看一眼 站在你窗前 心中是她被我遺忘的臉 她說 等著我 好疲倦 迎著雨點走出你淡藍色的房間 記得你說離別要再下雨天 就像你明白有一天她會實現 原諒我不對你說再見 茫茫的舞 打一番最早的列車 用最溫柔的速度離開你身邊 在我沒有後悔一切 當你的美夢整天 我一帶著破碎的心情走遠 鼓勵 剛剛這種水準 哭了就不是你了 只要有機會待在台上 什麼狀況都是會有 剛剛蔡清芳看了也不捨哭了 其實很感人 評審場很少哭 也算是... 也不能用鐵漢形容 我看他哭了大家也都哭了 很多人都哭了 真的是 因為感覺到他對這個歌唱的熱忱 真的是 這就是一個精神 所以我希望你把這個歌補完 表示觀眾 他是真能唱 他是失誤 這也在這個機會教育 各位同學們 在人生路途當中 常常會碰到一些挫折 但是要爬起來好不好 郭宇辰,加油 歡迎再回來 謝謝 謝謝 兩位請入座了 謝謝 恭喜冠倩 詞也要記清楚 不能一直編下去 你也記清楚了 你也記清楚了